第五百四十一集 法相宗内如张凡这般将家眷安置在宗梅内的修饰并不少 故此老爷子要找几个朋友也是容易得很的事情 这些新交的茶友酒友里边理所当然的以老爷子地位最高 谁叫他有一个原婴真人的孙子呢 一来二去老爷子倒是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 此时悠哉悠哉的下山 不用说自是又找那些老朋友吹牛聊天去了 看着老爷子挺享受的 张凡也就放下心来 不用特意安排寻得为老爷子解闷的事了 戴德爷爷的背影消失不见 这才回过身来坐在桌前 身边正是白衣赤足素手烹炸的西若 结果西若针上的香鸣抿了一口 张凡尝出了一口气 目视着西若正要开口 却见西若忽然一笑如百花盛开 师兄你让我办的两件事都差不多了 西若你倒是了解为兄啊 咽下了道口边的话张凡摇头苦笑 三年前离去之前 拜托西若的两件事情 早就在与恨帝九连环袁天心决战之后 他就想问了 只是想及当年俯仪重逢 连贴心的提几话也没有说 便遇到了袁天心的偷袭 故此这次张凡才不想马上提及正事 颇有点补偿之意 现在看来西若终究是西若 他的这点想法却不曾瞒过他的眼睛 那是当然了 西若皱了皱鼻子 全盘受用了下来 笑着把一个黑漆漆的盒子推了过来 盒子约摸着长宽高 皆是一尺有余 静看那黑漆漆的颜色 并非是七层的原因 而是木料本身的颜色 仿佛无数年的岁月沉淀 有说不出的古朴凝重 张凡是何等眼光啊 一眼望去便知道 无论是材质本身 还是制成之后保存的年份 都无比的漫长 便是以万年来计 也不足为奇 这便是镇魂香 虽然已经有猜测 但是事关重大 张凡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没错 师兄 你三年前交代的天龙转生术和镇魂香 小妹都替你办好了 这便是天龙转生术秘法 说完 西若雨笑奄然地 又从袖里掏出了一个玉碱 递到张凡的面前 这枚玉碱如羊枝美玉 与西若白皙的肤色相映生辉 切实白的耀眼 使人迷嘴 伸手接过玉碱 张凡深吸了一口气 平稳了一下 并没有马上打开 而是望向西若 郑重地说道 西若 难为你了 拿到这两样东西 可遇到什么麻烦 小妹倒是没什么 不过西若摇了摇头说道 不过这些都是在竹九霄 用法相宗的实力才弄到的 怕是欠了他好大的人情 师兄 你可要想仔细 张凡文言点了点头 不过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时隔百年再回宗门之后 竹九霄对他多有照顾 若说人情的话 早就欠得多了 也差不了这一次了 手抚着黑漆漆的盒子 还有那枚玉碱 张凡心中感慨 衣袖一栋 一枚外如白色双雪 内如星火的圆珠 飘飞了出来 九火炎龙珠 苦盗人 这正是当日事变之后 翻天覆地一般 大改了模样的九火炎龙珠 还有神魂筑藏在其核心 身处的苦盗人 张凡在三年前 即便是外出游历 准备决战之时 还千叮咛万嘱咐希若 自然不会是小事 为的便是福西祸所依 趁此机会 行赴声势 让苦盗人彻底重现天日 这两样东西 天龙转生术与镇魂香 便是为此而准备的 天龙转生术 先被张凡放在一边 伸手一拍 装着镇魂香的盒子 啪得一声 盒盖滑落 淡淡地 恍若昭阳出生时的 第一缕雾气一般 融融的气息 从盒子中生腾 张凡的目光 瞬间透过这些薄薄的雾气 直透露其底部 在盒子的最下方 一个仿佛小碟子形式的东西 悬浮着 上面置着一块 黑沉沉的小木块 约略只有常人拇指大小 那些淡淡的薄物 闻之令人心神安定 直欲入眠的气息 便是都是由这个小木块传来的 这便是镇魂香 别看起 除了沉盈一点 有厚重之气之外 看上去和朽木无异 却是一件极其难以弄到的质宝 至少要让张凡亲自搞定此宝 怕是不杀个血流成河 是绝技无法到手的 镇魂香 乃是上古魔门 由自为统一一脉 最为强大之时 炼制的一种宝物 本为心魔之法 以及驾驭 欲外天魔所秘制的 无论炼制之法 所用的材质等等 都已随着魔门一脉 四分五裂而失传了 现在 所留下的每一块镇魂香 都可以说是上古之时 流传下来的瑰宝 不是简单易得之物 为了得到此物 希若想必是借用了 幻魔道的魔门一脉中的 名声门路 并借由竹九霄 用法相宗之力 与对方做交易 方才得手 殊为不已 见得这一小块 只有拇指大小的镇魂香 张凡却没有半点的失望之意 反而极为满意地 向着希若一笑 别看这么一小块 若是点燃 足震百年神魂不散 并且增益其强 更有益于之后的转生之法 若是百年之后 张凡都不能让苦到人转生 那就真的可以去死了 况乎百年 十年他都觉得长 急 心中念动 张凡的手上动作 却不曾慢了 伸手连点 酒火炎龙珠飞入河中 与此同时 镇魂香下方 陡然一灯如豆般的小火苗燃烧 阴晕之气 浸入神魂的气箱 瞬间就弥散了开来 好 这味道浮衣入鼻 张凡就觉得神魂一阵 就好像困乏多时 洗了一个澡 整个人都精神起来 这镇魂香 显然还是其中的上品 张凡隔着肉身绣枝 都有这般的效果 苦到人 独以神魂享用 绝对可保其神魂无事了 有了此宝 就可以让他从容地准备 给苦到人 再弄一个合适的身躯 不至于忙中出错 日后后悔 镇魂河盖下 张凡和熙若 注视着九火炎龙珠的视线 就此被隔绝 至到此时 熙若才开口问道 师兄 这九火炎龙珠里面是何人 值得让师兄 为他百般地筹谋 此人与我一时亦有 更有大恩 不能不尽力尽职啊 张凡淡然一笑 没有隐瞒 也没有细说的意思 点到为止 话音刚落 他忽然心中一动 问道 熙若 你能认出 这是九火炎龙珠 那么 南宫无望呢 这却是张凡 受熙若一言之提醒 想起三年前 悲戚震怒之下 曾经把九火炎龙珠 暴露于人前 当时他心中激荡 不曾留意过南宫无望 不知他是否也如熙若一般 认出了磁宝呢 哈哈 师兄 你想得太多了吧 熙若娇笑出声说道 小妹是明知 九火炎龙珠在师兄的手上 联想一下便知道其底细的 南宫无望可不知道这点 天下宝珠何其多也 更何况九火炎龙珠形貌大变 气息大改 若非出现在师兄的手中 小妹也绝技不能联想到 再说了 南宫无望 没那个臣妇 张凡微微汉手 认可了他的判断 正如熙若所说的 一来认出不义 二来 南宫无望此人虽然善战 但是并非臣妇深臣之人 要是认出了什么 甚至只要有所怀疑 就绝对不会那么平静 按捺得住性子 不过稍稍动念 他也就把此事放过了 真是如此 那便最好 要是失算也没什么 别人怕他南宫无望 张凡却是不将其放在眼中 即便是今日的熙若 也不见得就弱了南宫无望他去 想到这里忽有所感 张凡与熙若相视一笑 却是想到了同样的事情上去 当年在无悔谷中 他们二人与南宫无望的儿子南宫义 不过地位仿佛 修为相差不多 与当时便是结单巅峰的南宫无望相比 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的差距 可是今日呢 他们两个人却可以随随便便 对其品头论足 隐然有居高临下之意 更是不将其视为什么威胁 这世间变化之奇 白云苍狗 苍海桑田 并不止于景 也在于人 放开南宫无望之事 张凡收起镇魂盒 转而把注意力 拧到手中的那枚玉简之上 这枚玉简上 记录的乃是一门 名为天龙转生树的秘法 这秘法也是苦道人 重获新生的最佳手段 本来想要给苦道人 寻找一个合适的身躯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苦道人所留下的 乃是一个残破的原因 故此 普通的夺舍之术 是无法使用的 其他的手段也很困难 苦道人本身的强大 在这个时候 反倒是一个桎梏 当年张凡寻得龙儿 现在这个身躯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考虑过 给苦道人 不过他和龙儿不同 龙儿只是一个神魂而已 简单得多 现在的苦道人 也就相当于破而后立了 当年的一身修为 已经是在以残破原因 强行施法 败了恨帝九连环之时 就已经毁于一旦了 这样的损失 自然是无比之大的 但是破而后立 也未必就是坏事 至少现在 再遇到如当年一般的情况 就可以直接以神魂转生 不再为修为所累 可是 问题是 像龙儿那般 天生没有神魂的身体 并不是这么好弄的 黄论那般极品的资质了 简直就是难上加难 断言不可能 也无可厚非啊 不过 通往一处的道路 往往不止一条 在修仙者来看 更有无数的妙法 却是不需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在张凡看来 苦道人现在的情况 最合适的 就是天龙转生术了 所谓的天龙转生术 其实并非人类修仙者的手段 而是太古天龙一族的秘法 此秘法本为天龙一族 为意外陨落 却保得神魂不散 龙珠不失的族人所创之法 能重塑身躯 类似于夺舍 可是实质上 那个身躯 却是依着神魂的情况 创造出来的 最是合适不过 远胜现今的 神魂转生之术 龙族的秘法 人类自然不能全盘使用 可是不知道哪一代英才 却以此改良出了一门 人类修仙者也可以使用的 重塑肉身的法门 只是素本追缘 仍名之为天龙转生术而已 此法知者甚多 流传甚广 无人将其做什么 不可外传的秘密 究其原因 无非是难度太高了 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改良版本的天龙转生术 人类虽然可以使用 重塑出的 也是人类之身的外表 却又带着天龙之身的强悍 能如龙族一般 凝炼龙珠作为辅助 可以说是顶级的秘法 可是 这天龙转生术要施展成功 所需要的条件 也太过于变态了 这比起原版来 不过是略有降低而已 此法创出了不止几万年了 成功以其转生重塑肉身的 不足无止之术 可知其难呢 本来张凡也不会想到这个几乎被尘封了的法门 可是苦道人现在的处境却是与其需要的条件暗和 张凡灵机一动便觉得为其施展天龙转生术可能 要成功施展这个秘法 需要得到一个龙珠 至少也得有天龙血脉的蛟龙龙珠 以此法为根本 再集合十条蛟龙的精血 最终在画龙池中施法才能成功 说起来简单 但是这几样还真没有人做到 偏偏对张凡来说 并不算难到哪里去 第一步 那个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龙珠 他不需要多费一分的力气 还有什么 比九火炎龙珠 这个太古天龙的龙珠更强的呢 以苦道人现在的情况 连将神魂和龙珠结合这一步也省了 简直就是天意啊 接下来就是十条蛟龙的精血 这点虽难 但是对原因真人来说 并不是不可为 无论是自身实力强极一时 还是呼朋唤友 甚至水墨功夫 终究是可以得到的 最难的却是画龙池 这东西对太古天龙来说 自然没什么 但是对现在的修仙者来说 就没那么简单的 换了他人 上哪里去找这个画龙池啊 偏偏张凡就知道 在大荒岛上 正好有一个画龙池在等着他呢 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 如此这般好的条件 若是张凡不施展天龙转生术 而是草草地找一个躯体 就让苦道人的神魂转生 那真是太对不住 这位给自己莫大帮助的 亦是亦有之人了 现在所缺的 不过是席练一下 这个天龙转生术 在寻得十条蛟龙的位置 一一斩杀而已 修炼天龙转生术 不计在一时 张凡不过大掠了一遍 便将此遇见收入囊中说道 希若 十条蛟龙的位置 可曾打听到了 这个小妹可就没办法了 希若一摊手 无奈地说道 这件事是竹九霄 竹师兄在做的 他以法相宗的实力 以及情报去做 才有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 而不是太过于天涯海角的地方 寻得十条蛟龙 哦 对此张凡也不太奇怪 点了点头 正打算放过此事的时候 希若银铃一般的笑声 忽然传来 师兄 你不用太着急 最多今明两日吧 竹师兄就会找你了 此言何解啊 张凡奇怪地问道 他本来还想过 过两天再去拜访一下竹九霄呢 怎么听希若的语气 倒像是竹九霄 有事找他一般 风海 希若笑容不改 轻其背齿 吐出了这两个字 风海 张凡略一沉吟 玄机恍悟 竹师兄所寻的蛟龙 不会都在风海范围之内吧 然也 九州大地上 已是少有蛟龙出没了 多疑于海中 离我秦州最近的 不就是风海吗 竹师兄 体恤师兄 就都在风海中去寻找了 体恤两个字 希若便是不加重音 张凡也不难明白他的意思 真是老狐狸啊 齐声凯叹 张凡与希若 对竹九霄的打算 都是动若观火 心中清楚得很 行天龙转生术 本来就不是小事 耗时长短不定 张凡又刚刚施展出了顶级强者的手段 非原鹰后期的高手不足以和他再交手 这般的实力在偌大的秦州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至此秦州风云变幻之际 煮酒消怎么可能浪费了不用呢 风海 九头海蛇 还有两个新来的妖王 想到三年前 在幻魔道心魔风上所听到的片林半爪 张凡就觉得头疼了 在他风海中寻找石蛟龙灭杀的同时 煮酒消肯定会要求他注意一下风海的动静 查探一二 搞不好就可能会和这个九头海蛇 还有新来的两位干上一架 本来轻轻松松地可以完成 现在看来怕是不可能了 无论是宗门真人的身份 还是煮酒消为了天龙转生术 与镇魂相知事 安前马后所做的一切 张凡也不能没有表示 罢了 就给他们跑跑腿吧 这倒也不是什么推脱不得的事 张凡苦笑地摇摇头 只能承认了 为什么要推脱呀 西若伸出手来 搭在张凡的手上 温柔地说 我们还没有一起行走过天下 不如趁此机会一游风海吧 感受到西若目光中憧憬之意 张凡沉溢了一下 汉手说道 那好 我们就来个神仙眷侣 游遍海外的风至怎么样 西若如今也是原英境界 虽然不曾见他出过手 但是他的战力 在炼气气时已经体现无疑了 虽然不是那种只知道苦修 有境界而无战力的苦修之事 完全可谓一臂相助 哈哈哈哈 好一对神仙眷侣啊 真是献煞旁人也 长笑声中 煮酒消的身影 在日药河上闪阔 跃入到张凡希若二人的 事业当中